暴雨过后,雨过天际,大山里面有一种非常昂贵的蘑菇风掌 万万都没想到,刚进这座大山就发现蘑菇窝了 但是好像白高兴了一场 像这种蘑菇呢,生活在农村的人在大山里面都有意见过 也是非常昂贵又稀少的一种红蘑菇了 我们这边有几个外地老板大量收购 一斤湿的都能卖到了280万 一斤干的也能卖到1600元 看一下,在这个位置发现蘑菇,可惜很多是假的 其中有一个是真的 在魔王上不是经常能杀到一个很火热的视频吗 就是红杆杆,白杉杉,吃了一起躺斑斑 所以我们进大山剪蘑菇也不要乱剪 像这种的话,二红 虽然它也是红色的,但是它不是完全的红 有一种山红呢,它就是边上是白色的,枝干也是白色的 眼前这个就是真的一红了 它是身为大红颜色的 我们能看到这个位置,只有一个是真的 像这种蘑菇呢,挺奇怪的 有假的地方呢,它就有真的生长出来 像这些我们采的都是分辨好 是真的 这种的话,品相也是不错 估计也能有半斤的样子吧 发点小财了 你们家乡,这种红蘑菇多不多 欢迎到屏里去告诉一下 也提醒一下网友们,进大山里剪蘑菇也要注意安全 毕竟在大山里面,什么稀奇古盖的东西都有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